而在凤林镇 凤林镇长林建平表示 未来凤林镇将会进行四大工程 包括中华市场的耐震补强 中华路休闲景观步道工程 第九核酸局的凤林溪景观改善工程 和纳谷堂增建工程等 投入的金额也超过了 1亿元新台币的经费 而目前将进行市场耐震补强工程的施工 期盼在明年的7月 可以让乡亲到市场采买的时候 有一个更安全的采买环境 透过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让乡下的建设更有力量 让老旧的市场耐震补强结构 建筑物变得更安全 凤林镇的乡亲在消费时 也能够在明亮的环境之下 安心的采购 针对中华市场 经济部所要求的耐震补强的一个工程 那近期也顺利已经标售出去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期 我们在施工之前 工所来准备在市场旁边 我们所有市场内部的所有的摊商 我们一个临时的一个百事的场合 那这一次也相当感谢 我们市场自治管理委员会 在整个我们申请的过程 以及整个的协调会里面 我们所有的老板老板娘们 都能够站在工所的立场 我们把所有一个建物 做一个耐震级的一个补强 让我们未来的营业场所 在有什么天灾来的时候 至少它是一栋合格的建筑物 在市场的一个改善工程之后 我们因应我们凤林镇 所有的展示的结构的一个变化 我们所有的内部的所有的位置 可能要做一些微调 那重新新的中华市场 会以新的面目来展示 在我们凤林乡亲的面前 也希望所有的乡亲们 也我们公所满满的鼓励 我们会跟这次的市场 市场的改进案来做得更好 2024的凤林镇将陆续进行四大工程 包括中华市场的耐震补强工程 中华路休闲景观步道的工程 第九河川局凤林溪景观改善工程 纳古堂增建工程 投入金额将超过新台币1亿元 为凤林镇的乡亲生活品质 提供更好的服务空间与环境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榜报道